他肯定是一个闲不住的人 你生完第一个孩子之后 你有功 我자를 GAVE 推进抢牛室了 但是可能因为我命大,就命不敢大 然后成功地就闯过了这一关 但是虽然这一关是闯过去了 可是后来因为要带孩子 长期抱孩子喂奶 不能久坐嘛 但是抱孩子没办法 只能坐着抱着孩子喂奶哄孩子 到我小女儿快一周岁的时候 就又一次严重地入疮 又被 入疮这个东西 很多人会认为反正死不了人 其实入疮很恐怖 烂到看到骨头 对 我两次都是已经骨头 第一次骨头都黑了 然后第二次骨头露得那么长 所以说这个 就当时觉得 其实反过来想想 我第一次得入疮的时候 内心的那种面对死亡的恐惧感 真的没有那么强烈 可是这次我觉得因为 自己可能做了妈妈 就有了做母亲的那份责任感吧 而且我相信每个母亲 都希望可以看着自己的孩子长大 然后能多陪伴他们一些 就面对这次的死亡 真的内心的那种恐惧感 就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 我就特别希望 我就哪怕是 能让我看见孩子上学 能让我看到孩子 结婚那一刻 我觉得可能也是 老天被我的那种 真诚的渴望感动了吧 我又一次顺利地 闯过了那一关 然后但是 虽然手术之后成功了吧 但是术后要趴 将近半年的时间 就只能在床上趴着 不能平躺 也不能下地 有的时候 在心理活动的时候 你会想 要么是被死神吓死 要么就是死神被你吓死 他再也不敢再修缠 对 因为那会儿大女儿才只有五岁 小女儿才只有一岁 然后我就觉得自己 不能就这样下去 我一定要靠我自己的努力 我能替父母分担些什么 然后我就再趴着这半年 在网上学会了美甲 自己在家 就是把我的一些朋友啊 姐妹都叫过来 用他们的手来做手磨 然后我就学会了美甲的技术 然后在我库窗好了以后 恢复了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我就开了我自己的 第一家小美甲店 虽然只有十几平米大吧 第一家啊 对 因为我开了一家美甲店之后 我就免费教 和我一样的这些残障朋友们 我又免费教他们美甲技术 但是教 开了第一家之后 我发现因为太小嘛 只有十几平米 两个轮椅就在屋里装不开了 后来我就开了第二家美甲店 还有一家美容院 就是我店里所有的员工 都和我一样 都是残障朋友